国会集体收贿案 台北地院昨晚裁定基压 立委廖国栋 苏正清等7人 法官认定他们造成 经济部人员倍感压力 甚至点名廖国栋长期多次施压 而苏正清更涉嫌 长期替泰龙公司前董事长 李恒龙争夺搜狗经营权 透过公关公司所贵 至少利用5个以上人头账户收钱 6年收贵多达2300万 而苏正清接到神秘电话 发现自己被盯上 还事先制作假的还款证明 简调不排除 可能有内鬼通风暴行 立委双手被上靠在法警戒户下 被押上囚车尴尬 模样曝光 而苏正清并没有遮掩 涉及收贿案遭到收押禁见的 还有他 廖国栋神情略显疲惫 似乎无法面对积压裁定结果 他们两人同一辆囚车 被押到台北看守所收容 历经检察官和法官长时间胜讯 他们在看守所第一晚 终于可以吃好睡好 因为他们是积压被告 所以身份是特殊 而且我们在积压被告部分 我们都会把同案的收容人 都分别激进在不同的设法 苏正清积压台北看守所后 改叫编号2976 检警调查他疑似从2013年开始收贿 而且还至少有五个人头账户 不只用来收取汇款 也用来制造断点 躲避检警追查 靠着类似手法疑似收贿了2300万 而且检警调查搜证期间 还发现有个神秘人 打电话提醒苏正清 已经被盯上 让他惊觉不但赶紧 未造还款证明 更换了手机号码删除内容 这也让检方怀疑 是不是有内鬼涉案 而廖国栋受邀看守所后 编号是2977 检警查出他长期且极其多次 直接施压经济部的官员 想要修改公司法第九条 廖国栋不只曾经接见 太刘董做李恒龙 还疑似用ATM无折存款收贿 一个人就拿了800万左右 现在两人涉及了贪污治罪的 违背职务收贿罪 刑则最轻是10年以上 最重视无奇徒刑 三位立委在积压期间 每天的午晚餐 都有像这样的三菜一汤 虽然菜色较为渣常 但跟在北俭食指牛面包 果不相比 这已经丰富不少 积压立委在看守所的连续两餐 都有竹笋炒肉丝 是不是有其他意义 不得而知 但现任立委所谓三位棋聚台北看守所 这样的罕见情况 也创下了司法纪落 接下来就这样 杨文豪台北报道 杨文豪台北看守所